其實在網路上最近大家高度關注 尤其像高一山新聞台 我們特別去做了基隆的 看看他們對於霸梁市井小明 到底怎麼想在這個網路流量相當高 那現在相關的民調也慢慢出來了 像是在美麗島電子報 他就針對了這一次 對於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也去做了一些相關的民調 對於會同意投罷免票的39.9% 不同意罷免的49.3% 還是居多 那另外一題是罷免案投票 謝市長你認為會被罷免掉嗎 53.3%的這個裡面民調數字被問到的人 都是認為是不會被罷掉 32.8%認為會 但無論如何 這因謝國良很積極的開始在採取 跟市民多溝通 到底他在市政上面做了些什麼 在街頭裡面的宣講也發現到 有一些人是真的過來交流打氣 甚至有這種女交警送上了礦泉水 不過也有反串的人 過來合照 而事後還跟他講 拆糧就差你一票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 蓮子總在路上走的時候 也有拆糧大隊一路緊跟 甚至比一些比較情緒性的動作 不過謝國良他一向都是用微笑來面對 他說尊重民意發聲 可是還是希望啦 能夠用理性的方式來表達意見 不過有沒有反制措施呢 我們看到的是國民黨北市的黨部主委 黃呂錦儒他是這樣說到的 如果罷免金融市長謝國良的話 那我們這邊呢 就等於國民黨的市黨部 就會跟民眾黨一起 他們也要發動罷免無私謠 那針對這樣的說法 其實我們大家還是先得聚焦 是謝國良本身啦 這國民黨的國會改革街頭宣講 在1號開始就五路齊發上街頭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黃呂錦儒呢 是在台北市第一站 由他來率對號召群眾反制民進黨 那他說了 反正如果金融市長謝國良被罷掉的話 那下一個他點名有無私謠 有無配意 那立委王定宇就說 這是在野黨刻意導向政黨鬥爭的結果 那謝國良他則是表示 這若遍地罷免的話 會導致台灣的政局很混亂 就算面對台灣國理事長 我們剛剛提到的陳俊涵 跑來踢館要求合照 他也說不同意見都可以表達尊重 最好不要干擾就好 這樣子很頻繁罷免是不對的 那據我了解 包括葉原資 許曉星 現在他們都被列為目標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說 雙方都不要有罷免 然後讓大家好好做事 以後把遍地都是罷免 那罷免對象也可能會 從縣市長變成立委 甚至變成直轄市縣市議員 那台灣的政局一定是更加混亂更不穩定 我們的意見的表達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要 這個守一些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則 然後大家彼此之間互相尊重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衝突 那我覺得我們絕對真心的很真誠的尊重 不同意見包括罷免團體 他們所提出的論述跟想法 我們絕對尊重 但我們是希望雙方能夠 在理性平和的一個環境下 彼此訴求自己的理念跟想法 所以我們一向主張 罷免不應該由政黨或政治人物去主導 因為那違反了我們是被監督的單位 那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是由基隆市民發抖的 發起人裡面 有過去支持民眾黨的人士 有支持藍營的 有五黨籍的 有各政黨 它就是一個人民公民自發的活動 那很遺憾的民眾黨或者是國民黨 刻意把它導向變成政黨之間的 競爭或鬥爭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 民進黨並沒有參與 也沒有去介入他們的運作 不過這個反制措施呢 同樣有這樣論掉的 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了 他說誰怕誰 我就準備罷免民進黨立委 吳思瑤 吳沛毅我跟你講 那當然啦 這被點名的吳思瑤 他就講到柯文哲 這是什麼樣的態度 是自家小孩沒教好打別人家孩子出氣嗎 他也特別講到 這是他今天遇到選民跟他講的 他覺得講得很好 要引用一下 不擔心被點名罷免 因為他說他沒有像高鴻安一樣 涉及犯罪行為 對選民是很有信心的 不過呢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近這個所謂14公尺之後呢 又有新的一番言論了 趕快來蓋一蓋這個風向 他說高鴻安絕對不會請辭的 因為辭職的話 等同於承認失敗 唯一能夠影響決定的 恐怕是背後的一些 新竹的企業家們 蔡壁如蝦也透了口風 他說新竹市 竟然是呢 這個科主席的本命區 平均年齡只有38歲 是相當年輕的 而且也比較容易接受改變 所以他認為 其實民眾黨在接下來 2026的佈局上面 都要挑 例如人口數未必這麼多 不過呢 絕對是要希望選民的平均年齡 是年輕的地方 都去做一些及早準備 當然他也點名了 黃國昌這個選項 我必須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明天將播出 藍綠白哪一位呢 我只能說 大家的答案都超級一致的 所以可以幫我們期待一下 好 除了2026的新竹以外 來講台南的一些廝殺了 我們目前知道包含了 陳廷飛還要單飛出來挑戰 那可是這個非主流 還真的是在黨內 尤其賴清德眼中是非主流 王定宇呢 是不是也有可能要出來 假動作虛晃一招 他是勇言會的召集人 那賴清德最主義的 子弟兵林俊憲當然是被說 可能是未來的除君 我講的只是台南市長的除君 那這撒卡多的狀況下 又很有可能會影響到 初選的結果 所以是不是有暗示說 王定宇你千萬不要 一開始就說你不選 因為你民調要被擺在一起 才會對陳廷飛 有可能產生變數 像是呢 謝榮介也都聽說了 陳廷飛他的民調 似乎是連王定宇加林俊憲 都未必打得過他 可他也提到了 以賴清德的堅持 固執 陳廷飛被做掉的機率 恐怕是超過七成的 我們拉回來講高宏安的案子 高宏安的助理費案 他在立委任內的前助理王玉文 因為466元被判刑 他敘述自己在偵訊錄影時 少了16分鐘的過程 讓他感到衝擊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的律師跟檢察官在爭論說 我到底是不是公務員的身份 檢察官就突然大聲喊說 我們不要錄影 我們不要錄影 我們律師當然說那沒關係 繼續 檢察官還是很堅持說 因為他起訴書都已經寫好了 然後三個助理都認罪 那我是最後一個來征訊的 那認罪 就會跟法官爭取我緩刑 我的律師也有一點無奈 跟有點反酸說 你都已經寫好 是上面的意思要這樣做嗎 檢察官當下就直接說 哦對啊 就是上面指示 一定要起訴高雄案 一定要起訴你們的助理 當下我們聽到這句話 我們也不知道該回答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之後我們調這個影片出來 就是其他我的偵訊影片 都是完整的 只有4月12號那天 中間就是被檢查兩段 那中間就是有16分鐘就不見了 檢方的意思是說 因為當下檢察官 再跟律師交換法律意見 所以暫時做一個休庭的動作 所以就沒有錄影 那法官也覺得說 那既然沒有錄影 我們就不存在的東西 無法勘驗 我們就只好說 好吧那也沒有辦法要 要爭取什麼 偵訊室其實是要有一個 錄影中的燈 那我那一間真的是沒有 那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原來我被中斷過 那律師也有說 他也不知 他最後一次在法庭上 又跟法官說 其實他也不知情 所以這件事情才會讓我們覺得 有點衝擊說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任何一個 你我的身上的話 你會去怎麼樣去思考 中華民國的司法 在征訊的時候 可以這樣對待人民 包含筆錄上也沒有載明 所以我們才會當下 簽完名 離開的時候也覺得說 他應該沒有真的說 有中斷錄影的情勢 上訴不上訴有相關決定 我真的是很猶豫啦 我覺得這一切都很像在賭一個不確定 就是也許我認了 然後我緩刑五年 我就是平凡當我的平民小老百姓 貪污犯這個字眼 就會跟著我一輩子 那我如果去fighting 然後真的我不知道台灣司法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他真的把緩刑拿掉 然後因為我因為466進去關兩年 我不知道有誰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我當然也非常害怕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要用清白去賭一個 可能會被關的兩年嗎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相信一次中華民國的司法 我在家想了很久 然後我也征詢了很多人的意見 我是希望可以相信法官 我相信中華民國的司法 會還給清白無辜的人一個公道 我跟法官拭目相對的時候 我知道他可能有一些無奈 跟也覺得我不應該被關 但我不知道下一個法官會不會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讀 其實律師有一直勸告我 不要跟整個司法體系為敵 他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叫我 不要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這種過程就很像 你被人家拿刀筒 然後你被統一刀你很痛 然後你不能喊是因為你怕被刺得更深 你會更痛 怕被痛我不喊 還是我喊了 別人會注意到其實四個人受傷了 他已經被傷 正在被傷害中 就是這個過程其實我也一直很掙扎 這一刀真的刺到我 刺得我很痛 我其實心很累 我剛剛早上才去看醫生才去拿腰 就是我努力的讓自己撐著 我的精神看起來很好 但是我的身體實在跟我抗議了 我今天承受的這一切 已經讓我覺得身心俱疲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Do Your Care